谢谢 谢谢 对了 郑宇呢 她出差了 出差了 是不是把你所有的工作都交给她了 别这么说 她女朋友第一次来我们家 对对对 来来 吃菜吃菜 谢谢佟伯伯 别佟伯伯这么陌生 我还是希望你们两个呀 赶紧结婚 到时候你叫我爸 爸 人家良心 今天第一次到我们家来吃饭 就讲这个 弄得人家怪不好意思的 真没想到啊 平常啊 看着她主持节目 真没想到 今天也许啊 快成我们的儿媳妇了 是啊 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的菜 好像味道有点不太一样啊 不太像我们平常吃的 肯定不一样啊 因为今天这桌菜呀 是你哥亲自下厨 亲自做的 平安 你说什么 这桌菜是我哥做的 哥 你居然会做菜 会 真的假的 我是铁人料理的神秘大厨 你不知道啊 哦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 你可瞒着我很久啊 这菜 真是她做的啊 是啊 嗯 我在美国的时候 差一点去做厨师 哦 哦 楊心 嗯 我哥会做菜 你知道吗 天哪 不能便宜了周天伦那小子 哥 什么时候来我们那里露一声 我给你发工资 我可是高兴呢 不高兴我可不去的 行 你说多少就多少 嗯 楊心 我哥又会开飞机 又会做饭 又会弹钢琴 又会赚钱 那技能也太多了吧 没觉得 哈哈哈哈哈哈 楊心 知道什么叫脸皮厚了吧 嗯 我一直都这么觉得 这么优秀的男人 是不是不用考虑 就假了吧 哎 哎对呀对呀 你说啊 我还记得秋天有一天 是黄道吉日是哪一天呢 十月十八号 十八号 哎嘿嘿嘿 楊心啊 你觉得怎么样 太早了吧 哎不早不早 还有三个月呢 哈哈哈哈 爸 这件事情 你就不用费劲了 我自己看着办 啊好了好好 来来先吃饭啊 来来来来吃吧 真是 来来喝酒